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位置 它位于美国东部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呢 它有很多像这样的转盘 它整个形状有点像一个五角星一样的 学校呢是在城市的偏西边一点 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从地图上就能看见呢 学校这个路网呢和城市完全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呢学校它自己是没有校园的 它总的面积呢也不是很大 乔治华盛顿大学呢 它是纪念这个美国的国父建国元凶乔治华盛顿 它被称为政治家的游览 这里面曾经诞生过很多很多的这种啊国会的议员啊州议员啊各种各样的政治家 我从导航上面看呢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里面 它是也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这种 它和城市完全就是融为一体的 七八成的路都是单行 这里的这种比较高的住宅楼很多 看上去和我们国内非常的像 这个华盛顿DC的路真的比其他城市的路要窄 哇它这个路真的是转圈的好多出口路口 我这个走错了 走错了呢像我前面有讲过的就硬着头皮接着往前走 等着这个导航重新计算就好了 本来这五分钟的路呢 所以可能因为我走错了呢就被我开成了七八分钟吧 如果同学们在华盛顿读书 你新买了车的话呢 开车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尽量不要走错这个走错路肯定是下下车 它这个路口真的非常多 而且很乱很多路牌也都褪色了 我们前面直直的呢有一个转盘 这个转盘我从导航上数呢是八个出路口 这个希望不要再走错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呢是有一个救护车和消防车的一个总部 看到下面停车场全部都是救护车还有消防车 像这样的城市大学呢 它的好处肯定就是日常的生活很便利了 不过缺点肯定也有 一方面呢是停车肯定会很贵 而且呢会不好找地方 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人员肯定是会比较的杂一点 不过呢从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数据来看呢 整个学校是有上百名的这个警力 来24小时的保护这个学生们的安全 按理来说校园里面呢应该还是会比较安全的 解脱了 解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马路两边看到的呢 就是以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为主了 左边就已经是学校的一个教学楼了 右边呢是一个图书馆 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呢 我们就也不下去了 因为它每一条路都是可以走车的 它没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个正式的校园 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车里面转一下 在这个校园里面开车啊 还是非常的这个比较头疼的 因为学生走来走去的人呢会非常的多 基本上一般你看到人呢就要让 不过你一直让呢又过不去 因为学生是不断的 所以说呢你就是插空过 不过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这边呢依然还是这个学校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教学楼 也有宿舍 这边好像就是宿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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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也有一条路上 那麽那些是宿舍区 这边好像就是宿舍区 那边 الز透 这边好像是宿舍区 那边就像部舍区 这边就像部舍区 那边在那边 在那边 我觉得 就是宿舍'd 宿舍区 费用太多 衣舍区 疫情 要不要 我们然后 那边 在那边 最后 不好开,车很多,而且呢,有很多单行道,然后行人也很多,有很多的路呢,不是不让左转,就是不让右转,基本上是很难把这个学校转到一整圈的,你对学校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它整个呢,就是和城市融在一起,然后呢,是在一个很市中心的感觉,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已经,已经离开校园的范围了,我现在是在校园的这个,西边,因为有很多单行道,本来我是想转回去的,结果发现,没有办法转,那这里呢,我们就离开了,这块实在是不好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学校的录取,在主页上面admission aid,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本科生 从这里呢,我们选择这个admission information,在这边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选项叫cost of attendant 它是学校的这个学费,可以从这边看到呢,每一年的学费都是在往上涨的,19到20年呢,已经到了五万六 那我们回来呢,那我们回来呢,来看到这个office of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这边呢,能看到它有一个数据,写的是一万个本科生呢,差不多有一万五千个实习的机会 因为毕竟呢,因为毕竟在城市里面,所以说呢,实习的机会肯定会非常的多 我们选择呢,这个apply,然后在这边呢,选择international 首先呢,可以看到是四个截止日期 在下面呢,是非常非常详细的申请的要求 我们首先看这个成绩单 它这个成绩单的要求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它是不需要成绩认证的 optional score呢,它这边是SAT和ACT的成绩呢,是选择性的 你可以提供,也可以不提供 下面呢,是对语言成绩的要求啦 可以看到它这边要求是托福九十,雅思是六点五 下面这里呢,就非常特别 它有一个weaver,它指的就是说呢 你如果SAT的这个阅读和写作的成绩呢 在六百五十分以上 或者是ACT的这个英语考试在二十九分以上呢 你是可以不提供这个语言成绩的 还有呢,就是学校要求你有两封的推荐信 一个呢,是你高中时期的辅导员 一个就是至少其中的一个老师 下面就是一些财务,还有这个签证啦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呢,再来看一下研究生 从这里直接选择这个Office of Graduate Admission 然后呢,选择这个Apply Follow这个Application Process 然后选择这个International Student 这边呢,是需要有你护照的一个复印件 下面的是呢,托福成绩的要求 它这边应该是最低的一个要求啦 因为你看到,它这边呢,雅思是六分 然后托福是八十分 不过它这里有写说不同的学院呢 和这个专业它的成绩要求是不一样的 下面这里呢,指的是如果你想要一个这个 助教或者是这个Followship的话呢 你最低的雅思成绩要在七分 托福要在一百分 以确保你的语言呢,足够满足这个日常的需求 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是在这里,这个International Credential 它这边呢,是说 如果你选择的专业是这两个学院的话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还有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是需要你去提交成绩认证之后的成绩单的 其他的是不需要的,在上面有写 如果大家想要申请这个研究生院呢 还需要按照自己的专业再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再回主页上呢 来看一下学校的宿舍 在这个GW Experience里面呢 我们选择Campus Life 然后下面呢,这个有一个GW Housing 我们从这个Residence House里面呢 可以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宿舍的费用 在这边呢,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irst Year,就是第一年的学生 能看到他这个网页设计的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比如说呢,就点这个床位最多的这个 应该会有绝大多数的学生呢 会住在这里面 他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是四人间 然后有一个私人的卫生间 这个费用是4600一学期 然后9200一年 他这个号呢,是有很多的房型的 这边还有6人间,3人间,2人间,还有5人间 全部都是不一样的费用 那我们回来呢,比如说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宿舍 比如说呢,就点第一个这个Clock Hall 他这里呢,也没有什么图片 不过这里呢,是有一个视频的 下面呢,是这个宿舍的一些介绍 他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是双人间 因为他这里有写这个Two Person 差不多就是比较常规的一些设施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给我